传说早些年 有个蛤蟆国王 他想用兵侵犯南朝 这天他得意忘形的 队文武官员说道 五国养精蓄锐三年有余 现在人强马壮 兵精两族 正好攻取南朝江山 众卿以为如何 军师出班奏道 无故兴兵恐为邻邦所孝 依臣之见 应当来个先礼而后兵 使邻邦乐福 南朝败而无怨 请我主采纳 国王听了好声不悦 命他快快说出 先礼而后兵的道理来 军师盲叫小藩取过狗皮一张 婉袖提笔 在狗皮上面 先画了几个圈子 然后又点上几排点子 画完端详了一番 自觉妙不可言 公公静静捧到龙叔岸上 请国王过目 国王把这件东西 看了一遍又一遍 除了圈点以外 再看不出什么妙处 这件糊涂玩意儿 就能抵过孤家十万雄兵 真真岂有此理 教军师快把妙处说出 否则欺君之罪定成不容 军师奏道 这件狗皮国书派人送到南朝 他若一字不识就得低头拜服 让我国为凶他国称帝 年年的共岁岁来朝 我国不劳兵将 不损粮草就取得大胜而归 国王以为如何 国王听了微微笑道 我想南朝能人骑士多如牛毛 倘若被他识破 岂不大为糟糕 军师奏道 那时我们就把脸一抹 调动人马杀上前去 杀他的措手不及 岂不更妙 国王听了军师先礼而后兵的妙策 经不住哈哈大笑 还是孤家的军师 足智多谋 能闻善武 就此派你为始去送国书 待凯旋归来 孤家迎你在武门之外 家官进入 军师拜谢 即日起身 且说南朝皇帝正在后宫大摆酒宴 和宠臣爱妃赏花取乐 胡听前殿中古齐名 正在叫太监去问原因 远远看到韩老丞相 惊恐满面手提袍金 从花树从里跑江过来 韩老丞相跪倒宴前 万岁 大事不好 现有蛤蟆国王派来使臣成帝国书 气势汹汹恐无好意 因此冒昧起奏 请我主定夺 皇帝老儿一听 顿绝头上像打个响雷一样 久已醒了八九分 映着头皮喝道 些许小事 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 快给我传旨升殿 宣汉骂国使臣必见 翻使手捧国书 趾高气扬走上金殿 行过朝剑之礼 然后说道 金奉郎主之命来递国书 你国若失得国书上的文字 那便照旧往来 唐不识的 我国便要为君 你国为臣 以外还要碎碎进贡子女玉伯 皇帝展开国书细细观看 剑上面除了墨圈就是黑点 哪里有一个像字的东西 心里焦急不敢说出口来 假装震惊命小太监传职 赵大学士等上殿传阅国书 历史红袍纱帽 老少肥瘦的汉林 规规矩矩排列殿下 听了旨意以后 又都按序走上金殿来读国书 一个个皱眉低吟 摇头朗诵 皇帝心中暗喜道 祖纵红福起天 小小蛤蟆国怎敢撒眼 经殿上曹操杂杂闹了一阵 结果没有一个人识出国书一字 急得皇帝满头大汉 急得韩丞相搓手顿角 藩史不忧暗笑 心想 原来南朝学士 也不过如此而已 皇帝老儿见君臣如此狼狈 也顾不得体面就开口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奴才 平日里吃尽了孤王的山珍海味 穿尽了孤王的绫罗绸缎 到了国家有事的时候 都来装聋作哑 看我一一割了你们的狗头吧 韩丞相见皇帝大发脾气 吓得脑后生风 急忙率领群臣贵道 哀求饶恕 皇帝狠狠地了他一口道 限期三日任明国书 过期五门后站 说吧一副袍袖回宫去了 韩老丞相吓得电来 蒙头转向 手提袍金往自己府里跑去 一路上胡思乱想无计可施 刚刚赶到府门前 便觉天旋地转立足不住 一头撞在门上 栽倒接下 人是不醒了 丞相家人寒心寒望 呼听府门咕咚一声 跑出一看 原来是自家老爷紧闭双目 头吐白沫 昏卧阶下 忙上前一摸 兴起心窝有气 才放下了心 二人把丞相扶进大厅 千呼万唤 丞相才苏醒过来 看家人分立两旁不禁怒上心头 你这两个奴才 吃了我的茶饭 穿了我的衣鞋 竟不能替我分忧出力 待我一一打断你们的狗腿 二人摸不清头脑连忙求饶说 奴才愚昧 赴汤蹈火死也不辞 老丞相才掏出蛤蟆国书 说明缘由 摔在二人面前说道 限期在三日找人认出国书 过了日期 小心你们的脑袋 韩兴集中生智 却想出个办法 忙向丞相说 请老爷恕罪才敢讲出来 韩丞相听说有了计策 历史转怒为喜 快快讲出来 不但无罪还要重赏于你 韩兴的计策是 把国书悬在四通八达的街市上 旁边写明赏格 有人识得国书 丞相招为女婿 韩丞相怎能舍出女儿 为国家党灾 气得大骂韩兴 胆大包天 胡作非为 韩兴忙陪笑禀道 这不过是条美人计罢了 倘若有人能认出国书 咱就有了办法 堂堂千金小姐 哪个赶来就亲 丞相无可奈何 只得同意这个权宜之计 叫他们赶快布置 不得误了日期 韩兴寒往来到大街 将哈马国书挂在高台 旁边贴出悬赏文告 招得人山人海 为个风雨不透 都想识得了国书 好去做丞相的女婿 眼看日落西山 还没有一个吭声的人 急得韩兴 寒往神魂不安 怕众人散去 没法回复老爷 猛地跳下台去 从人群里捉住一老一少 硬要他们去认国书 这时有个教王思聪的皮匠 担着补鞋的担子 要从这里走过 被看热闹的人们 遮住去路 只好放下担子 向人们打听是怎么回事 王思聪听了众人所说 也向台上看去 看了一会儿忽然笑道 这有什么难处 这件东西难住 旁人倒还可以 若难住了我 可真成了笑话 王皮讲话没说完 大家七口同声道 来了杭家了 韩兴 韩旺如获至宝 历时放去捉来的老少二人 没开眼笑来赢皮匠 其实王皮匠 只是认得国书是用狗皮做的 至于狗皮上的圈点 他是毫没理会 韩兴 韩旺二人不容分说 强拉硬撤把他拥到丞相府里去了 韩丞相见王皮匠少年英俊 行动爽快 问起他的家乡住处 投师学艺 他都对答如流 韩丞相又顺口说出两幅对联 他也对得有声有色 韩丞相暗喜这人身怀决意 可以替自己解决难题 于是排酒款待 韩丞相当起展开国书 请王皮匠读读看 不料他只用手摸摸国书 夸了声 好狗皮 以外是一无所知了 把韩丞相气得发昏 大骂韩兴 韩旺两个奴才可恶 不该捉来皮匠顶数 一定要打断他们的双腿 韩兴急了 又向丞相赋而禀道 吃到如今只有把皮匠送上金殿 任他胡周八扯敷衍了事 可以躲过老爷割头之罪 后事如何自有他去担当 如此这般有何不可 丞相一听满脸堆笑 连连点头 丞相传令 车马带后 带王先生面军 一群虎狼家人 哪管王皮匠的愿意与否 七手八脚地把他推进车子里 三声炮响 一怒罗声 煞时金碧辉煌的武门已在眼前 丞相上殿启奏 现在选的天下第一才子 膳食其字 能读国书 赶请皇上面事 皇帝听了历史书开眉头 笑脸胡须 快宣王才子上殿 王皮匠在金殿脚下 看雕梁画柱的小格里 做个肥头大耳的老儿 韩丞相和他指手画脚讲些什么 心里好生纳闷 为了一张狗皮 何必这样大费手脚 他正想转身出去散闷 却被人拦住 韩丞相剑王皮匠 在金殿上立而不跪 怕皇上怪罪 又怕他跑掉 忙向皇上起奏说 他是草野之人不失礼法 请加宽恕 谁知皇上好容易找到认识国书的人 免被藩史所辱 因此并不怪罪王皮匠 立即召藩史上殿听读国书 王皮匠见藩史舔胸 别度傲气凌人 心里已经明白 暗像 这分明是欺负我国无人 才弄出这件肮脏东西来斗威风 待我教训他一番 藩史见王皮匠年轻鲁莽未必有才 所以开口先问他姓名 王皮匠信口说出四句诗来 家住东和东又东 门前众松松连松 东西南北路路通 哪个不知王思聪 藩史听了一句不懂指示摇头 王皮匠心中暗戏 活该你倒霉 且看我王皮匠耍你一番 就在狗皮国书背面 用笔画了一气地给藩史叫他念来 藩史看经不住笑道 你写的哪里是字 只是一些圈圈点点罢了 南朝多才子 莫非你就是第一名了 王皮匠也不分辨 随手翻过狗皮国书笑道 我写的不是字 难道说你写的就是字吗 请给我念一遍 藩史到此才知秘密被人揭穿 刚想要抢遍几句好找个下场 不料韩丞相剑王皮匠用蛇战胜了藩史 急不可待地走过来 又把藩史嘲笑了几句 弓的藩史进退不得 恼羞成怒 藩史满面羞残说道 小小计谋已被你国识破 带我郎主调动雄兵 来和你国建个高低 皇帝这时也精神百倍高声喊道 任你是天兵天将 我们也不放在心上 请你快回本国 等待江场上相见吧 藩史去后 皇帝又害起怕来 如果藩兵压境那可如何是好 于是问韩丞相道 眼看大敌当前 不知哪位大臣可以挂帅领兵 韩丞相哪里想过这些事情 当时不知如何对答 急得汗下如雨 韩丞相暗暗向文武大臣对立 挑选帅才 呼听殿下有人放声大笑 他忙举目看去 原来就是舌战藩史的王皮将 韩丞相随机应变向皇上奏道 依臣之见 领兵挂帅还是王先生能够胜任 王皮将笑的是 自己用了条小技胜了藩史 可怜满朝文武官员都是糊涂虫 想到这里才不禁笑出来 不料却被丞相保见为领兵元帅 他极力推辞 皇帝不但不准 还要他当殿领旨 去叫长点兵 王皮将想到自己是贫苦皮将出身 既不懂兵书战策 更没练过弓箭刀枪 伸到疆场如何指挥三军 又想到俗语说得好 三个臭皮将凑个诸葛亮 于是备了礼物去请张 礼二位师兄出来相助 王皮将见了张礼两位师兄说明来意 二人笑道 当年祖师爷孙殿出奇制胜 威震六国 区区还骂小国合足挂齿 莫道士为国为家 就是看到祖师面上 也应当患难相扶 王皮将听了感谢不已 张礼二人主张 把戈皮刀 刮皮刀 锥子等使用惯了的工具 放大制成武器 即日焚香为盟 视同生死 不杀尽敌人不回南朝 然后一同来在军中继其出兵 王皮将领兵挂帅 早被哈马国探得消息 翻是奏道 南朝元帅就是识破狗皮国书的人 这人文武全才 不可轻视 国王听了即日领兵南下 要和王皮将见个高低 两国大兵终于在疆场相见了 只杀的天昏地暗风星草红 王皮将布下了麻线鞋钉阵 第一仗就胜利回营 荡业三人在中军战里 密一战策 用了祖师爷的锦囊妙计火牛阵 把百只盲牛脚上绑上尖刀 围上绑上火种 一一准备妥当 专等明早五更去其敌营 一场火牛战 把蛤蟆国兵马杀得一败涂地 天假不归 蛤蟆国王知道南朝出了能人 亲临阵前煞穴为盟 永不敢再犯边境 南朝营中 犒赏三军则及班师回朝 号炮连天 凯旋人马已经来到紫金城外 韩丞相率领文武百官迎上前来 大家给王元帅敬酒 并犒赏了三军 万众欢呼好不热闹 皇帝亲后在武门以外 在金殿大排贺宴 韩丞相恳请皇上作媒 招王元帅入赘 皇帝当其举酒命王皮将拜见岳父 然后再则即拜堂 谁想王皮将百般不允 更有一番一论 王皮将正言利瑟说道 我是不认国家受辱 出来杀敌 并不是为了娶丞相女儿享受富贵 但愿快快放我回家 因为有好多人等我补邪呢 一席话说得众人如冷水浇头 面面相亏 王皮将和张礼二位师兄 辞别了皇帝和满朝文武 行至武门回头谢道 愿诸位忠心保国 多长置气 此后不受外国欺压 这就是对我兄弟三人的赏赐了 说吧举手一拱 扬长而去 全文完 感谢您的观看 关注和点赞 更多精彩的小人书 在本频道即将为您呈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